梦子 走 上山干活去 嫂子 我这两天身体不太粗糊 没有力气 你在这给我装病 是不是 难道让我和你哥要你吗 要不你就出去打工 别在家爱我呀 嫂子 我也想出去打工 可是我身上没有钱 要不你借给我点路费行吗 一天到晚啥都不干 还想跟我有钱 家里开银行的吗 没用 干活去 别在家出来 嗨大勇 你瞧瞧你弟 我养他过来帮个妈 我都叫不懂他 一天到晚啥都不干 还在家给我装病 还给我要钱 哎呀 娜娜 我爹要钱你就给他嘛 他又不滥花 你说得到天朝 他都这么大了 他也不出去打工 难道你要让他一辈子吗 哎呀 我爹这不是高毕业吗 他又硬硬出去打工 我能放心吗 我 哥 哥 哥 没事的 其实我早就想出去打工了 说不定能有啥出息 哈 就你这样能有啥出息啊 我看哪 你还不如去找个有天的张母娘 给人家当个上门女婿 哎 这还比较实在点 哎呀 娜娜 要说什么呢 姐 没事 你这出去打工啊 哥支持你 啊 这是什么 姐 你先帮哥和嫂子 蘸点花吧 吃啊 来吧 来吧 爹啊 你这个样啊爹 哥 爹啊 你第一次出门 我注意安全呀 爹啊 哥这鱼三百块钱 你拿着 别让你给我看见 快 拿着 爹啊 你也知道 哥在这个家 也没什么本事 这个家呢 都是你所有说的 真是让你属于去了 哥 没事的 那个 你在家里也有注意神器 不要太累了 唉 唉 那我先走了 快出发 爹啊 记得昨天回来 过年一定又要回家 照顾好自己啊 哥 我知道了 等我赚了钱 我就回来 那我们来开玩笑 我一定会过来 你去过来 我来说 我来开玩笑 我来招待 我来说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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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